歡迎大家來到苗上天開 上個星期六日 和家人去到深圳蛇口的海上世界 附近遊玩 和住一晚酒店 住的是希爾頓酒店 它的質素都不錯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吃住玩的經驗 出了風田口岸後 我們就直接叫車 用高德地圖照舊車 大概一兩分鐘就馬上有車 我們由福田口岸 坐車到海上世界 大概35分鐘車 車費大概50元左右 福田口岸外面 很多人都排隊搭車 所以說 都要塞一塞車 不過上了車之後 一切都順利 我們可以看到車 什麼車牌 還有多少米的距離 才能夠到達 我們期間都可以出去看看 看看車到尾 我們可以在訊息欄 打回一些訊息 我已經到達 或者去到哪地方 在天橋底 等車來 所以這個美團 這個call車APP 我覺得都頗親密 頗易用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來國內 都一定會用這個 美團的call車APP 相對性 車款會多很多選擇 價錢也會比滴滴call車更便宜 如果你說有大有小 有老有亂的話 我覺得就比乘地鐵更方便 更舒服 我們就約定司機 在天橋底等 好快我們就上了車 這樣就朝著這個 蛇口那邊 這樣就海上世界 我們由福田後王上車 大概35分鐘左右 就來到海上世界 這個 南海希爾頓酒店 酒店2013年開幕 17年做過裝修 都是一個國際五星級酒店 所以其實去的 裝環都是非常之適正的 好新正 雖然就是說 已經開業了10年的酒店 但你都不會覺得 一絲絲的殘舊的感覺 樓底夠高 環境都非常之舒服 我們就在Lobby裡坐下 這樣就看下去 就已經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泳池了 但是它的泳池 稍微就淺水 只有1米的水 所以你說真的來游泳 我覺得去室內泳池有1.3米 就比較適合了 戶外泳池你可以就浪一下太陽 玩一下定期的泡泡 還有就是 稀水就OK 如果你說真的要游泳 去室內泳池就比較適合 酒店的大堂裝修都比較清簡 華麗 我們很快就已經是拿到房卡 我們就訂了有總共5間房 但是其中2間房就有房卡 其餘那3間都要稍作修 還沒修好房 所以我們就一行人 就上去9樓的房 放下行李出去吃飯 一進到房當然是 浴室大大個浴缸 另外是 資裝的梳洗用品 洗手間會有2瓶水 乾濕分離的洗手間 還有浴室 浴室除了花灑 還有Wing shower 所以非常之舒服 還有浴室也很大 對面就已經是 蛇口的海上世界那邊 出廳這邊會有2瓶水 還有咖啡一茶 雪櫃很簡單 但沒有飲品 床頭也會有2個USB插頭 我們就走出去吃飯 沿著小斜路走下去 左手邊的一條馬路 就已經是蛇口的海上世界 非常之方便 這裡就是蛇口的海上世界 星期六的中午就沒什麼人 吃完飯回酒店之後 有個女生在這裡做一些鋼琴的表演 挺舒服的 聽一下音樂 我們房間是兩張單人床 但一般不是十分寬 大約三尺半 另外也會有一張梳化椅在這裡 放休息也不錯 旁邊應該是一個藝術中心 都很多人手上去頂樓打卡拍照 而對面已經是海上世界那邊 我們這間房間是看不到海景的 我們下午就去了室內的遊樂區 這裡就是三樓 有很多東西玩 譬如說是釣魚機 足球機 旁邊已經是室內泳池 水深1.3米 長度大約20米 我們真的有小朋友 所以都是最後回到戶外的泳池 4點半至5點半期間 會有噴泡泡的活動 我們晚了一點下去 所以泡泡其實都噴完 小朋友在旁邊玩水 都非常開心 由於水比較淺水 所以小朋友在這裡玩 都很舒服 又不用貪心水太過濕 旁邊這個就是比較大的成人池 如果你想稍微游泡泡水 都還可以 當然小朋友又自己玩 我們大人的旁邊這個池 比較大一點就可以玩水 因為早前的下午就下過雨 所以水下過雨後就比較混濁 為何為之混濁呢 因為下到水 其實你真的什麼都看不到 就是比較蒙茶茶 水質下過雨後就沒那麼好 但當去第二天我們再游泳的時間 天氣就比較好些 有陽光照射一下 水都蠻漂亮的 大廈就不是很高的 這座酒店 這裡有一張就是我可以躺在的地方 都蠻舒服的 阿女就可以玩一下泡泡 都非常之開心 小朋友在玩水 但旁邊有些大水泡 天羅的大水泡 如果要借的話就要給50元的租金 所以我們就沒有借了 大堂的環境就非常舒適 晚上亮了一支燈都比較吸引 下面就是吃自助餐的地方 早上的自助餐我們都會在這裡吃 稍後的時間都會和大家介紹下面的自助早餐 室內泳池是需要帶泳墓的 如果不記得就可以在這裡買 還有一些水泡救生衣 都可以在這裡買 甚至泳衣都有 它的健身室都很齊備 各種的器材 跑步機 太空慢步機等等都會有 還要看著無敵大海景 來做運動都非常之舒服 旁邊這個就是playroom 小色的playroom可以組一下LEGO 玩一下這個世界地圖 還有就是釣魚機 足球機等等不同的遊戲 雖然環境小小 但玩一下bloggame都頗有趣 頗好玩 對面就是蛇口新的開發區 就是K11 將來會有開的新商場 都在不停建新的住宅 商場 室內泳池早上都是沒有人遊 人們都著重於戶外泳池那邊 就比較大 還有有泡泡玩的 阿女就組這些LEGO都組得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這間酒店 真的適合大人小孩來玩 也可以的 可以認識中國的地圖 可以在這裡組合不同的散份 後面就是世界地圖 但是遊客就比較缺德一點 可能部分的拼圖都被人拿走了 搖搖馬也是沒有了木桿的 所以遊玩設施的保養都比較差 住這間酒店的好處就是 玩衰又有 另外就是吃東西隔離已經大大過海上世界 有超過100間不同類型的餐廳 中西式日式什麼款式的餐廳都會有 所以其實來到海上世界這邊 住這間酒店我覺得非常適合 大人小孩都適合玩的 尤其是這個這麼漂亮的泳池 又有泡泡肉 室內泳池可以游泳 還有play room或者健身室可以玩的 早睡的泳池 經過昨晚的沉澱之後 水清了很多 真的可以水清見底 所以第二天遊水比較舒服 所以我們都是游完水之後才check out 我們住這間房間大概$13港元 在葵席上訂 這條片分享到這裡 之後會和大家分享海上世界的各種氣候玩樂資訊 多謝 拜拜 拜拜